大家好,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创作不易,感谢大家支持。 论气战争能力自从1949年以后,中国人民还是很有信心的, 在新中国一穷二白的情况下,或者是困难时期, 我们依旧在朝鲜战场上打败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在对越、对苏、对应的自卫反击战中获得了胜利, 可以说新中国的和平是我们凭借着自己的努力打出来的, 我们也应当有这样强大的自信, 但是这种自信在海湾战争时产生了动摇,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萨达姆以自己的国家为代价, 为全世界好好上了一课,传统战争的那一套行不通了, 传统战争中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都十分重要, 有足够的兵力、火炮、有坦克、装甲车等组成的钢铁洪流, 就能在战争中获得优势。 尼拉克当初也是号称世界第四军是强过的, 在顶峰时期,靠着美国和前苏联的支持, 尼拉克拥有超过2000辆T72主战坦克, 超过5000辆装甲车、步战车, 还有超过4000门火炮和100多万的陆军编制。 在空军方面,尼拉克拥有先进的战斗机, 包括米格-29、苏-24和超过100架的幻影战斗机, 以及轰-6、米格-23等轰炸机, 同时也大量装备了短程弹道导弹、对空导弹等武器。 从这些数据来看, 尼拉克的军队实力其实并不弱, 甚至从军力规模上来看, 也是配得上世界第四的。 但美军攻待尼拉克却只花了42天, 显然,传统的战争方式一定是出现了问题, 同时,传统战争中也十分看重军队的气势和军人的勇气。 传统观点认为, 只要有旺盛的战斗意志和不怕死的精神, 即使对手拥有技术优势, 我们也能在战场上扭转劣势。 在这个方面, 萨达姆相信自己部队的勇气, 同时也十分精辟地总结出美军的致命弱点, 那就是怕死。 因而在战争开始前, 萨达姆还是比较有自信的, 至少他认为, 即使不能击败美国, 也能将其拖在战场上慢慢耗死。 但海湾战争告诉世界, 过分夸大主观或者精神因素, 而忽视客观上的实力差距, 会犯违心主义的错误。 毕竟如果军事科技出现了代际差距, 战争就会变成全面碾压的降卫式打击和单方面的屠杀。 1991年的海湾战争给世界展现的是现代战争的打法, 是在向全世界宣告, 传统的钢铁洪流, 战斗精神已经不管用了。 其实有一点萨达姆其实是对的, 那就是美国人确实怕死。 对于那时的美国来说, 如果在伊拉克战场上死了太多人, 例如一万人, 无疑是对自己军事实力和国际威望的一次打击, 那无异于战争失败。 因而,美国在海湾战争开战前已经做了许多准备。 在战前,美国在海湾地区没有任何部队, 无法在实质上对伊拉克进行任何惩罚。 因而,在伊拉克占领科威特后, 美军在1990年8月2日就发起了名为沙漠盾牌的行动, 两支美国海军航空母舰舰队进入战斗地区, 名义上是防止伊拉克以科威特为跳板入侵沙特阿拉伯。 当年8月7日, 美军第82空降师先头部队约2300人从北卡起飞前往沙特。 同时,美国空军动用了C141和C5战略运输机, 将大量军队和物资运至中东。 C5是当时美国最大的战略运输机, 从主战坦克到直升机, C5几乎什么东西都能运载, 而且还具备空中加油能力。 理论上来讲, 它拥有无限续航能力。 在沙漠盾牌行动开始后, 美国动用了超过300架C141和C5 快速向海湾地区进行兵力和物资的运送。 数据显示, 平均每7分钟就有一架战略运输机降落在沙特。 沙漠盾牌行动开始22天之后, 美国空运数量已经超过了1949年 柏林空运11个月的运输总量, 但这仅仅是美国海运运输量的一个零头。 美军专用的运输船自带吊装设备, 没有码头设施也能卸货, 而且美军的运输船队可以装载1.6万士兵 30天作战所需的一切物资, 枪支弹药, 坦克车辆, 食物补给, 帐篷睡袋, 医疗设施。 美军海空一体的运转模式, 从美国本土以及美国位于地中海, 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补给基地, 不断向海湾地区运输人员物资, 并持续了整整4个月, 投放了50万士兵, 2000辆主战坦克以及无数的车辆, 装备, 燃油, 补给, 这是人类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运输行动, 一共运输了1200万吨物资, 万事具备只待时机成熟, 就可以开战了, 而这一开战, 美军便震惊了全世界。 1991年1月16日, 7架B-52轰炸机经过17个小时的飞行后, 对伊拉克进行了轰炸, 目标直至伊拉克领导层, 指挥和控制节点, 发电厂和电话交换机, 海军紧跟其后, 在24小时内发射了116枚战斧巡航导弹, 并在之后向伊拉克本土发射了288枚战斧导弹, 攻击了伊拉克军用机场, 指挥部、雷达战地、 发电站等重点目标, 发射成功率高达98%, 完成打击84%的预定目标, 迅速夺取了制空权, 进一步削弱和瘫痪了伊拉克军队的战斗力, 在彻底瘫痪伊拉克的防空力量, 夺取制空权之后, 就是38天的狂轰滥炸, 美军出动11万架次的飞机, 投放了9万吨炸弹, 重创伊拉克的装备和设施, 彻底摧毁了伊拉克军队的抵抗意志, 随后是持续仅100个小时的地面战争, 当美军M1坦克开进的时候, 伊拉克地面火力几乎已经没有60毫米以上的火炮了, 美军在这场战争中, 以摧库拉朽之士取得了战争的压倒性优势, 之前媒体和世界预想的顽强抵抗, 战争泥潭并没有发生, 甚至伊拉克都没有组织起像样的抵抗, 这一场战争, 伊拉克军队伤亡超过10万人, 其中有超过2万人死亡, 损失飞机300多架, 坦克和装甲车6000多辆, 各式火炮超过3000门, 海上力量也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伊拉克军队由46个时失去了战斗力, 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万亿美元, 而将伊拉克打得丢盔弃甲的美军, 仅仅付出了阵亡148人, 损失飞机坦克数十辆, 舰艇两艘的微小代价, 这场战争的碾压式打击, 无疑令全世界震惊, 也彻底打醒了中国人, 我们一直自诩有战斗力, 也有战斗意志, 用脚能走到的地方中国最强, 但海湾战争告诉我们, 在面对降位式打击的时候, 其实战斗意志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帮助并没有那么大, 尽管我们有着比伊拉克更好的纵深, 更大的地理优势, 可面对现代化战争时, 尽管我们终将胜利, 但那毫无疑问也将是如同抗战一样, 要付出巨大代价的惨胜, 海湾战争改变了传统的作战模式, 对于传统的战争观念造成了强烈的震撼, 向世界展示了现代战争, 高科技战争的打法, 这一次战争告诉全世界电子战, 电磁优势将会对战争的进程和结果产生重要的影响, 是现代战争新的制高点, 同样也展现了空中力量在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 由于精准制导武器的使用, 不仅空袭的准确性大大提高, 平民的伤亡也大大减少, 海湾战争期间, 美军通过卫星提前侦查到伊拉克军队的部署和重要战略点的位置, 利用电子战飞机干扰了伊拉克军队的通信情况, 并通过对雷达和指挥控制系统的精准打击, 让伊拉克军队近乎失明, 完全失去了指挥、协调和防御能力, 此外, 美军还在战争中投入了许多新技术, 例如, 当地面战场上呱吉沙尘暴能见度仅有20多名时, 伊拉克的坦克完全无法瞄准美军, 而美军则依赖其红外印式以和精准的火控, 对伊拉克的坦克进行了定点清除, 在美国M1A1坦克无一被击毁的情况下, 一举消灭了伊拉克最为精锐的装甲师, 更重要的是, 隐形技术在沙漠风暴行动中首次投入实战, 美军F117飞机证明了, 隐形飞机可以轻易穿透防控网, 打击敌方的重要目标, 全新的战争方式和战争技术彻底打醒了中国人, 让我们明白新模式的战争时代已经来临, 如果在这个时代落后, 我们将只能被动挨打, 而几乎没有可能再依靠单纯的火力优势或者战斗意志来保护自己的国家, 尽管海湾战争已经过去很久了, 但美军在这场战争中所展现出来的强大的军事科技, 快速运输能力, 远程精准打击的能力一直留在我们心中, 让我们明白现代战争已经从机械化作战转变为信息化作战, 令我们痛定思痛开始实行改革, 进行更加现代化的军事改革, 幸运的大概是, 当时美国也是刚开始进行信息化战争, 我国加快脚步进行追赶, 到现在歼20正式列装, 我们虽然还与美国有着军事差距, 但终于也能跻身世界军事强国之力, 而且, 自那时之后, 我们也已经进一步加强了军事理论的研究创新和军队现代化改革, 并不是追在美国人后面学习, 而是提出了属于自己的军事理论, 例如, 近年来, 我国便提出了因为人工智能加速向军事领域渗透应用, 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新一轮军事变革的强大动力, 并可能再次改变战争的面貌, 解放军认为, 智能化将成为未来战争的主要制胜样式, 人工智能有着超强的学习能力, 持久作战能力, 这些都是人类凭借自身无法超越的, 同时, 人工智能还有着比信息化时代更加精准的快速打击能力, 和更长时间的隐身潜伏能力, 因而, 无人机, 无人车, 无人前航器将被大规模运用与突破防御, 杀伤对方的重要目标和主战兵力等等, 而这一系列我国的改革创新与进步动力, 实际上都是来自于1991年那一场震撼全球的海湾战争, 美国用一场战争再一次惊醒了中国, 让我们奋起直追, 迅速崛起, 才有了今天日益强大的解放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